劝善之书,打开就令人揍。这样的书必定不能流出。 打开就令人鼓掌,这样的书也必定不能流出。 为什么?一个是过于深奥,一个是时之初情。 我老师的这本书,其一本在建议,却又总是在探讨生死问题。 我起初也觉得过于深奥,然而每日清晨,以生死问题门心自问, 却发现这是人人忍都不能回避。 带着不能回避的心情,再拿起这本书,反复言读完美。 然后才知道老师学识的冤本,就是救人的菩萨心生气。 然后才对书中原来皱眉的地方,一一鼓掌撑它。 这本书在现今广位无传,后世时段再版,我相信一定会是如此。 愿以此功德,庄严和静体。 上报是从恩,下机三谷。 若有见闻者,西发同体心。 尽心一报身,同生极乐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 天啊。 们为了承禅更补的产生说 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